昨天,在一个机招工群里,有个老板正在招工 工资开一万,包吃包住 有个小伙子第一时间就出来开骂了 太黑了,工资这么低 至少一万三到一万五啦 老板一看也上火了,就开始怼起来了 老板就问他,你一个人能开几台机 他说最多开三台机,再多,二十五月不搞了 这个时候啊,老板是气得要崩溃了 你帮我挣一百,要我两百,还骂我黑 你以为我能挣很多吗? 于是话,老板是含着泪啊,给我们计算 每个月到底能赚多少 他说他六台线就割 每台机呢,一个小时基本上是十五到二十 一台机一个月毛利就是一万,六台机就是六万 去掉这个房租水电,耗财税收 师哥拉上送礼 一条龙,算一万二 两个师傅工资两万 自己工资送货,加油,车损就算一万 老板最终还能剩一万八 老板投入几十万,天天还得保证有活干 送货,拉货,挨屌,认错,货款还经常收不到,没找路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打工人呢,总是觉得给少了 老板呢,又觉得给多了 真是伤甘啊 那到底有没有办法来破解这种矛盾呢? 老板觉得有两个办法 不知道有没有用好 第一个呢 就是底薪加提成啊 工资给这个绩效挂钩 底薪给个两三千 然后呢除去各种开销 按利润来提成 第二种呢就是如果合作了 那打工人合伙啊 比如说你投个两万 给你个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同样按利润分成 那具体怎么实施 双方可以谈嘛,是吧 做的公开透明,公平合理 这样子呢,混子就搞不到钱 有能力肯干的 可以拿到合理的部分 那样的话,毛都不就化解了嘛 另外啊 这个星期六晚上呢 老板在抖音直播啊 来聊一聊这个 做基加工的四个成绩 看你处在哪个成绩啊 做基加工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啊 如何来改命啊 老板详细的跟你解说一下 关注我一下 他现在找到我了 他想看多久啊 要不然你可能找不到我了 要不然你可能找不到我了 就回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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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海水 快走